Tony Osler 他所使用的非常开放性 或者是复回性的这些美材 我觉得可以提供我们当代艺术里面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在每一个年代里面 因着比如说影像的进入 或是科技的进入 身为一个艺术家 其实他是一个往前继续创作的 他的那种不会受到美财的限制 可以看到说刚刚我有提到 就是说当年录像出来的时候 他去挑战的这件事 从一个造型到装置 他又能够抓到这个当代的一个美财 引进了这个录像 再往前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演务识别 他也意识到科技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已经成为避不掉 甚至反射到我们身为人 对你的一个拘束或是便利 等等的议题的反思 Tony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sample给我们看 就是说除了刚刚我讲 就是说一个艺术家的开放 甚至是一个不受任何美财 所拘束的这样的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 又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当代艺术的跨领域的一个趋势 而且这个团队的合作也成为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各个都是很杰出的创作者在一起的时候 他所引爆出来的作品更是让我们更惊艳的 在高美观我觉得玉林馆长能够把Tony Oster的这个展览 那么的全面性的带来 我相信会给我们很大的刺激跟启示 不管从身为一个台湾大卖艺术家去思考 只要我们更勇敢而且把我们自己的特质 不管是身为一个台湾艺术家站在一个国际的共同在发展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时代 我们到底想展现什么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整合 Tony Oster是一个最棒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 完全没有受限 然后他也毫不机会地去跨越了很多的剧场的空间的 或是原来他的思学艺术这一块 然后甚至从科技媒材的合作底下有可能有补动的 或者是说更大的梅品 因为他当年的小小梅品已经开创成为当今非常大型的这种户外的投影 或是甚至是一个很大型的Festival可以看到的作品 我相信Tony也是这样的具有那么庞大能量的艺术家 然后我们更不用局限自己 那这个是我认为台湾大量艺术的定义 实际上是可以在更大的跨越 然后也不要分自己的一个地域 或者是自己是一个所谓什么没差的艺术家